鄉親吳老兄 現在大家晚安 這次總統跟理會的選舉 我們可以說選前國民黨是風雨飄搖 選擇之後是地洞三搖 現在總統選輸 黨主席自己選總部輸給民進黨 一定是自己人代表 覺得這樣 覺得自己人不一定 新黨主席郁慕敏昨天宣布參選 國民黨的黨主席 各位朋友 國民黨要改革 改革不是吃飯喝茶說說跟聊聊 好 這是爭槍實彈 到底國民黨黨主席 最後是誰出來 是中壯代 新生代 還是老一代 還是有人 爬帶 說我不會跟你算 我們來看看到底要怎麼樣來選 各位介紹現場 國內民第一位 知識媒體人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國台國民黨文成會副主委 李明賢 大家好 資深政治評論員 我們的余妹妹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現在最新的 政督制度者聯盟的發起人 毛家慶 大家好 網路觀察家 主席 主席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看看 新黨的東主席老郁 說他要承受國民黨的東主席 如果要選掉 他還要給你親黨 來 我們看一下 到底想幹嘛 張貼公告 國民黨秘書長李四川 把黨主席補選公告貼在黨中央大廳 就在同一天 新黨主席郁慕明 透過媒體專訪 表達也要參選 國民黨主席 郁慕明說 朱立倫選前高喊泛藍團結 藉由自己參選能探測 國民黨是否真心誠意 尋求泛藍整合 還呼籲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跟他一起競選 他認為國民黨現在該做的是親黨 而不是改名 他裡面有太多藍皮綠骨的人 要把國民黨帶上李登輝路線 帶上台聯路線 動不動 就說中國國民黨要改名 要去中國化 要改台灣國民黨 所以郁慕明認為說他要捍衛 中華民國路線 不過要參選國民黨主席 除了要有國民黨黨籍 還得當過中平位或者中央委員 再獲得3%以上有黨權的黨員聯署 郁慕明符合條件嗎 易子席依照我們現在的選舉辦法 他是沒有資格的 但是中國國民黨歡迎易子席 帶了新黨回到中國國民黨來 他是不是要加入國民黨 你覺得要參加黨會主席 還要先決定還是要先加入 那當然啦 不是黨員怎麼可以當黨主席呢 想參選卻被國民黨打臉 郁慕明發出聲明 強調自己參選目的 並是否持有黨籍具有更深的意義 希望先拋出議題讓外界討論 國民黨黨魁爭霸戰 現在連新黨都來搶前所未有 會促進氾濫整合或者加速分裂 外界等著看 好 隨著 新黨的黨主席加三 國民黨的黨員 邱怡兩個人起來說 國民黨裡面很多藍皮綠綠 進來新黨主席第一件事情 我的改革就是親黨 郁慕明他想幹嘛 這個郁慕明他是新黨的董主席 他應該先改革新黨 新黨黨主席是不是應該要換人著作看 那麼新黨的黨主席 要去參選國民黨的這個黨主席 就好像隔壁的社區 要來逛孫君這個社區的主委就對了 這不是很荒謬嘛 那麼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有這個很奇怪的一個動作 不過我贊成那個邱毅他們相關的人講了 因為郁慕明講說要清黨 邱毅也贊成嘛 是啊 我贊成啊 應該中國國民黨應該先把邱毅開除黨籍啊 不是要清黨嗎 你怎麼可以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去當人家另外一個政黨 新黨的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嘛 中國國民黨就搞不清楚到底在想什麼 包括之前的朱立倫 黨主席可能競選不贏 現在現在負責暫時這個站帶的這個副主席 黃敏慧也應該召開一個會議 把他給開除黨籍嘛 你怎麼可以容忍這個樣子呢 如果可以容忍這樣子呢 那為什麼其他 為什麼中國國民黨去幫人家站台 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去幫人家 在電視上罵自己的主席 那中國國民黨怎麼樣 你就給他開除黨籍也沒有道理嘛 這麼大的事情 這麼大傷害貴黨的事情 你們為什麼不做呢 好奇怪啊 怎麼同一套標準一國兩制呢 都搞不清楚 那麼郁慕明會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是這個正式宣誓啦 套一句柯批批評馬英九說 多數黨組合的話 那來亂的啦 就來亂的嘛 講坦白就來亂嘛 那為什麼要亂 因為他要製造一個聲勢 製造什麼聲勢 大家都知道這次新黨並沒有過5% 但是他過了3.5% 所以他拿一年也是在從政府的手中 從你我納稅人的手中拿到2000多萬嘛 4年可以拿到快要1億嘛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他為什麼他明知道說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 一定要有黨員身份 他沒有嘛 他沒有嘛 那他沒有他不可能回來算 他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很簡單 他在立法院沒有任何的席次 然後不分區立委沒有任何的席次 那麼現在新黨在很多的地方 其實逐漸的被泡沫化被邊緣化 所以他也希望在這個時候有一席之地 有他的政治立場就對了 他政治影響力 那你更不要忘記哦 行動是怎麼來 行動是國民黨在立法院主政時代的 新國民黨連線嘛 那時候包括趙少康 包括周全 包括這些人 後來才出來組成一個新黨嘛 那現在後來才改成這個郁木鳴 然後這個樣子就這麼久了 你看謝啟大本也是新黨的那個 後來也跟勞役翻臉嘛 所以啊 其實這些都只是一場鬧劇 最主要要提醒人家它的存在 那更荒謬的是 即便你過去確實是從中國國民黨出來的 不過你已經是人家另外一個政黨 政黨其實只是社會的一個社團而已啦 你怎麼可以等於說 確戰糾纏 還不可以等於跟人 唱所謂的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呢 那太過荒謬了 民進我請問一下 是 草協聯盟都出來說 國民黨一定要在地化 在台灣超過七十年了 結果英文出來的意思就是 你們這些草協聯盟 又是你們這些藍皮綠骨 國民黨的輸子今天都賺錢了 所以是不是 運務民進來 符合國民黨裡面 內部的一些聲音就是 有藍皮綠骨 國民黨才輸這麼慘 第一個 玉老 他是很主持的前輩 但是畢竟像瑞德說的 他是新黨的黨主席 他比較是沒有主席 因為要參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他有條件限制嘛 就由這貴的中央委員 承認中央委員跟中評委以上 還要繳黨費連續四個月以上 所以看起來 玉老是沒有主席 沒有符合現在的參選資格 今天拋出這個 這個訴求意 到底他的動機是什麼 不變評論 不過 不過不要說那藍皮綠骨 我這樣說 對國黨來很像 你不管什麼皮什麼骨 你不管什麼 只要認同國民黨 認同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都是黨內要 必須要尊重 每一個人都是要 都是國民黨的一份子嘛 不要去趨格說 你什麼橘皮 或是藍皮 或是親皮 不用分那麼多 我認同國民黨的理念 比較重要嘛 所以國民黨 你本來就是要多元包容嘛 你如果一塊一塊菜 就把自己的力量越來越小 因為現在你輪圍在野黨 要就是 你要持續要多元包容 把所有力量包容進來嘛 現在大家有在黨內要路線變論 要怕左邊 要怕越邊 不必 怕地方就好了 你如果怕地方起 就是他要向中間的路線嘛 要往兩邊邊 兩邊邊都會殺死啦 所以這是國民黨 最大的價值就是多元包容 把所有的價值都包容進來 因為國民黨來這裡 六七十年了 已經帶了在地化了 所以也不用說 育老說這個是對啦 不用去中國嘛 本來就是中國國民黨 就是我們的膠擺嘛 你說改成去中國改成 不然這樣是分土 你說人民最大黨好嗎 人民最大黨很分土 還是說台灣國民黨 那好 中國國民黨的核心價值 就是認同中華民國嘛 這就要改 當然就是這樣啊 所以本來成長就是這樣 不需要去改啦 聽起來拿育老 拿育老來打這些朝鮮聯盟 沒有啦我不是在打腦 我說需要的理念 要說清楚啦 但是我請教一下 那個薛肯 是 一個外黨的黨主席來對於國民黨的改革派 指東倒西 民間說 其實他講也沒有錯啊 我覺得講明這整件事情荒謬的程度是怎麼樣呢 就你走到菜市場去遇到一個牛肉麵攤的老闆 跟你講說我要併購鴻海 這一樣道理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覺得新黨真的是荒謬到一個程度 這個黨已經毫無黨格了 他已經到達一個程度是 他們的委員會可以推薦自己黨主席 跑去選另外一個黨的黨主席 因為他想把運務民乾出去 所以我說嘛 我唯一接受就是黨做出一個協議 底下有一行字叫做 我們其實不要啦 你隨便拿去吧 反正找我們幾個零錢就好 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之下 運務民所做的事情是對自己跟對新黨 非常大一個羞辱 而直接講明了 敗軍之將 岂敢言有 請問新黨這次選舉有大勝嗎 有非常厲害區域立委有當選嗎 他的整個政黨票 有拿到任何一席的不分區嗎 什麼都沒有 你只拿到一個政黨補助款 那怎麼樣高興了是不是 你要教國民黨如何拿到政黨補助款喔 你要跑來這邊跟大家講 尤其可笑的是 郁木銘還可以去指責炒邪 就說那你們有種就出走嘛 那怎麼樣 他們出走要幹嘛 跟你一樣等到黨有危機的時候再跑回來 想要分一杯羹嗎 我覺得郁木銘所做的事情喔 真的把自己過去幾十年幾十歲弄出來的 那麼一點點很低很低的道德標準打到零 那我覺得我如果是國民黨 我如果真的覺得 我有一點道德判斷的話 我就直接講 郁木銘講話根本胡說八道 這傢伙要不要臉都可以討論了 結果你說我們也歡迎他回來 幫幫忙 新黨現在所代表的一個概念就是 當初不該存在的 從國民黨出來之後 因為自己瞎搞 一路走到這個階段 結果除了政黨補助款之外 一點社會影響力都沒有 你覺得他們回來之後 就算他有資格爭取黨主席的選舉 你覺得這樣對國民黨好嗎 我實在看不出來 但我還是要講 這個牛肉麵攤的老闆 還真的很有氣魄 他真的想要併購國民黨 別忘了 這一次選舉 除了下午的陳學勝 跟紅袖柱之外 幾乎每個都出自新黨 我覺得新黨很棒 新黨有個潛在的DNA 就想要到別黨去選黨主席 而現在在郁木銘身上 已經達其大成 我在新黨當黨主席 我還要當別黨的黨主席 而且全黨一律支持 我覺得這是近代政黨政治裡面 我看過最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新黨到底要怎麼自圓其說 明天聽說 郁木銘還要出來開記者會 那是怎麼樣 要出來說笑話嗎 我真的想不通 是 草嫌倫們也不是省油燈 他們立刻就打回去 我們看一下 針對郁木銘參選黨主席 草嫌倫們有三個質疑 第一個質疑 如果郁主席經營新黨有成 為什麼在這一次大選 連百分之一 只得到四分 四點一的選民的支持 郁主席經營百分之百分 那你要如何來代名國民黨 邁向改革 第二個當對郁主席有一些指控 郁主席 您的政商關係相當的複雜 郁主席對外高喊著 捍衛中華民國 但是眼睛卻不斷描向中國大陸 第三個您除了親黨以外 對黨內改革姿勢不挺 我想請教一下 嘉靖 草嫌聯盟還專門針對郁木銘打回去 是不是他們認為郁木銘很有可能 在國民黨裡面有代表一定程度的聲音 新黨跟國民黨 你要是講它系出同源 我想不會有人有意外了 只是那時候有路線之爭 也就是在李前總統當主席的時候 那時候當然趙沙康為首的一票人出走了 我個人是覺得國民黨現在這麼大 如果說已經輸成這樣子 從一個諾大的家產輸到變成 快變一個破落戶的狀態之下 殼子還在那邊 但是裡面的年輕人跟黨友吧 我們這麼形容遇老叫黨友吧 在互相批誰是藍皮綠骨 或是誰是怎麼樣 我是認為說年輕人不移去這樣批評郁木銘 這些年輕人可能不知道 其實郁木銘當中央委員 為什麼郁木銘今天 大家說有可能比較吃豆腐的口吻說 他可以選黨主席 郁木銘是真的當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 這個中央委員還不是現在的 現在這種比較大家講說比較普通 誰都可以競選的中央委員 他是在77年13權的時候 李登輝剛接黨主席的時候 他就當了中央委員 那時候跟他同期一起當中央委員的 有一位現在當副總統叫吳敦義 所以說郁木銘在國民黨內 他當然有他的資歷跟備份 那年輕人可能不了解郁木銘 郁木銘可能也不了解國民黨的草協聯盟 所以 不好意思 妹妹 按照嘉欣的公反 這些草協聯盟不懂論資排備的規矩 怎麼可以對一個有這麼資歷身後的 一個老人家吧 老人家 不 怎麼可以這樣打回去 這不正是一個改革跟舊勢力之間的鬥爭嗎 如果國民黨要繼續維持這樣 那國民黨真的就走路歷史好了 坦白說啦 剛剛這個學恨的比喻很妙 這個好像一個那個開流露面的說 我要併購鴻海 我們在台灣內部覺得很好笑對不對 可是你要知道啊 問題他講得很大聲啊 因為在外面有一個對岸 有更大開銀行說 哇 你口氣很大喔 你要去併購鴻海 沒問題你吃這個本書喔 繼續他就可以又拿到好看啊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草卿聯盟不是也指控他 多年以來不斷地把眼睛瞄向中國 政商關係複雜嗎 那甚至曾經當過這個新黨的 這個立委的雷茜 他自己是不是跳出來 幾次指控過郁牧民 拿著黨主席的身份吃香喝辣的 甚至於有特許事業 煙草對不對 幾年來賺了多少億 周刊也有報導過 那無論如何就說 那包括郁牧民九三大閱兵 他也是赫然是在座的這個貴賓喔 他為什麼這麼殷勤 是不是在趁這個時候 因為新黨沒有過5% 所以要這樣來張顯他的身份地位 我覺得這大可受公平 如果草卿聯盟有這樣的質疑 我覺得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嘉信覺得他們這些不夠尊重 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指的是說他其實可以更彼此尊重一點 因為國民黨已經輸到現在這種程度 我回過頭來說 這社區裡頭要清大樓的說你給我滾出去這個社區 我們就問嘉信 有道理嗎 你覺得這些年輕人講沒道理嗎 也不是沒有道理 我意思是說他們彼此都有不諒解跟不理解的部分在 草卿聯盟當然我們知道說他們可能希望改革 可是畢竟他們也是受了國民黨的資源栽培多年的年輕人 其實在敗選的第一時間他們馬上就跳出來說 他們要代表年輕世代做改革或怎麼樣 黨內很多人就覺得說其實應該低調一點 畢竟也是黨的幹部打完一場敗選的選舉 甚至從14年拜16年拜拜到現在應該先低調一點 謙卑一點聽外面的聲音 不要這麼早用改革來代替檢討之類的聲音 所以大家其實互相的諒解度不夠 問題是我請問一下 抱歉照代理說這國民黨的家務事 你們真的有深切檢討過嗎 真的要檢討 你先檢討再來選黨主席 不是的 那真的說老實說他們提出來的要求有過分嗎 包括政策的論變對不對 那路線的主張 這些制度的改革 結果你沒有看到 那結果你出來事先 事先玉木銘他們給人家戴帽子 然後叫人家穿草鞋出走 對不對 講了一副人家奪權 藍皮綠骨 什麼難聽的話都說盡了 美美姐 美美姐 你剛剛說這個新黨 這個有黨去批評國民黨 那同樣的邏輯就是 您也是民進黨的部分區委員 這邊的關鍵 薛恩 不是啦 都該改革 你在做什麼 我要補充一件事情 我在那邊公開對玉木銘黨主席呼籲 就你新黨 那個4.1%裡面 搞不好一半是邱依 引來的 你應該把錢分給他 你不然拿2500萬 都不講話 邱依現在很可憐耶 你他也沒有工作 又覺得被人家排擠 結果你不分區 錢拿了拿到這柄 然後就什麼話也不講 我覺得基於一個外人天公地道的立場 我覺得邱依很可憐 他幫你衝了那麼多次 你拿到那政黨補助款 一個月聽說2500萬對不對 好歹分他個1200萬 算是合理 是 是不是 那個余美 你意思就是說那些年輕人 開砲的時間太快了一點 我一講他又說那是他們黨的事 也不是啦 我不跟玉木銘一樣 我們要去信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我們只坐在這邊很在評論 我如果親眼要很壞的話 巴不得國民黨就繼續這種 將綱文化好了 巴不得你們就用清黨 國民黨黨史裡頭 各位有清黨的時候 就是國民黨墜落的時候 那時候跟共產黨打 要清黨清到最後怎麼樣 自己被共產黨清掉了 現在好不容易有一些熱血的年輕人來 結果馬上就要被戴帽子 被貼標籤 那有些人就以老賣老 然後你就是像草鞋所問的嘛 那我請問你 玉木銘你指指點點的 你真的對國民黨過去 你有什麼貢獻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要講一句話 國民黨當初 能夠延續這個政權 難道不是李登輝時代的 本土化跟民主化嗎 真的是跟上帝借時間 結果你看到是 當2008年 馬英九拿到政權以後 他是走中國化的 然後其實是一種 很柔性獨裁的方式 所以今天大家離心離德 那結果這些人 還帶著權威的面孔 還要再擁抱中國 你都已經知道 就說一次一次 民意掏戀結果 這是一條死胡同 可這些人 還想要來重新班師回朝 口號講得比什麼都大聲 我請問你這對國民黨的未來是好的嗎 好來 20年前李登輝出來了 或者16年前李登輝出來了 當時國民黨的改革是失敗的 那麼很多人講就是 李登輝的頭 本土派的臉 最後變成灰頭圖臉 這一次不曉得會怎麼樣 我們一段先告訴大家 休憩一下後段結束 謝謝 好 除了玉目米料 倒對西亞人對國民黨的黨主席 這位置有興趣 被點名的人已經蠻多了 有所謂 吳敦義嘴巴裡面的 所謂的中壯派 像陳勳先生 但是郝龍斌也有可能 吳敦義他自己可能 但我也還很年輕 但是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很怕 國民黨很怕什麼 很怕國民黨新黨化 那新黨化 誰會新黨化 譬如說洪秀柱 所以這些人出來有沒有可能 都是在擋洪秀柱 防洪秀柱 來我們看一下 多謝大家 謝謝各位 加油 加油 謝謝大家 聲聲一鞠躬 國民黨立委陳學勝 激勵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跟前副主席豪敏之後 宣布參加國民黨主席補選 由於陳學勝跟前主席 朱立倫淵源頗深 讓人好奇他的參選 中壹人在背後 有沒有給任何意見 不要去為難主席 因為他畢竟剛卸任主席 我想他的看法我就保留 但是我徵詢過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我想大家都給我不同的意見 那我想我不會因為單一個人 而決定出來參選 目前已經表態參選的 除了陳學勝 還包括洪秀柱 郝龍斌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跟李鑫 被點名的則有副總統吳敦義 就稱在立委江啟成跟盧秀爺 那幾天你有在跟吳副總統做聯絡嗎 我們通過一個電話 他現在還在做考量吧 那當然我們大家尊重他的最後的決定 可是我個人覺得他是在中南部 他最熟悉 我個人覺得他是蠻適合的 不只國民黨內的可人能選 異議被唱名 還有中央委員表態力挺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出任黨主席 擺脫就得束縛敦請成功的企業家 擔任主席啊 例如我們慈善企業家 也是白手起家的鴻海公司董事長郭台銘 其實郭台銘也不錯啊 至少他不會為了黨產進來 但是連郭台銘跟郁木銘這兩名都出來 表示郭彬東這事情有這麼嚴重 我想請教一下 妹妹 郭秀柱說我這次出去服選 南部哦 一片熱情 叫好鼓勵 所以天起來 郭秀柱如果真的出來選黨主席的話 關你什麼新黨的話 郭秀柱機會是不是最大 一片叫好鼓勵 不過開出來的票是很慘 但是國民黨非常 不是郭秀柱在選 國民黨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狀況 就是黨意跟民意脫節 跟他黨員結構非常有關係 那這裡面當然 黃復興黨部是舉足輕重 因為他們第一好像不要繳黨費 第二投票率又特別高 那國民黨現在三十幾萬黨員 黃復興好像差不多佔了一半 那投票率又特別高 所以誰得到黃復興的支持 誰勝出的機會就大 那我們不可諱言就是說 洪秀柱本來跟黃復興就交情非常良好 那再加上上次換柱風波 所以我覺得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這個同情 不過這裡面有個變數就是 郭隆斌如果真的參選的話 因為畢竟他的父親好大將 在黃復興那真是舉足輕重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兩強相爭的話 我覺得倒也是精彩可欺 現在很難下定論誰會贏 如果是他們兩個對抗的話 但是如果郭隆斌跟吳敦毅結合起來 嘉慶 那胡秀柱就可能打不過他們 這個傳言從 其實也不能說傳言 就是兩個人也都說過 你選我不選 我選你不選 那郭隆斌的參選聲明 最後兩行字 大家也都萬味很久了 什麼叫做 如果他已經他個人宣布參選 但他又說如果吳副總統要參選 他就不選然後支持他 那這個話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難道還沒有搞清楚 民主政治的基本ABC嗎 你要選就勇敢的表態去選 那你不用再去顧慮別人 或是這邊扯東打西的講這些話 因為他到底是正面看 還是反過來看 一句話到底大家怎麼去玩味 這些宮廷遊戲其實沒有必要 玩到現在黨意跟民意的落差就是 可能曾經有過這些行政權高位的人 他們的思考邏輯 跟國民黨的家父長制 兩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行政的霸權那種自我感覺 然後加上黨的體制 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容易讓他為了彰顯一個強勢領導 變成今天日積越累之後就變成說 今天的這種選民不再 你的選民不再溺愛你了 他覺得你黨意離民意真的太遠 所以說如果說在國民黨這個 現在需要重建的時候 當然有人說國民黨現在垮下來 不知道是樂高積木垮下來 還是像蛋糕砸下來 蛋糕砸下來是無法重組的 但是現在在檯面上的人 譬如說洪秀柱 大家是很擔心 很擔心洪秀柱的 所謂的一中共表 或者是同表 或者整個國民黨新黨化 這個洪秀柱之所以能夠得到深藍 尤其是部分的這個所謂 黃沪秀黨部的支持的原因 跟他當時被朱立倫用這種 不民主的方式逼下來有關係嘛 因為他是同情嘛 然後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倒覺得說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胡志強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宣布他退選 他不選這個所謂的這個 黨主席對不對 我倒希望胡志強能夠 實現他自己的諾言 他在競選期間不是說 如果黃秀柱出來選 他就第一個跳出來支持他嘛 是 那他應該要實現自己的諾言 而不能用胡說的方式啊 為什麼呢 不能說他第一個就跳出來 支持這個洪秀柱 但是第二個跳出來支持華龍斌 這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做人要有信用嘛 所以你應該胡志強要宣布 你就是支持洪秀柱 至少你說話算話嘛 可是問題就來了 國民黨是一個很奇怪的政黨 為什麼呢 最想選的不表態 記得去年去年5月的時候 最想選的最應該要選的 不是朱立倫嗎 不表態 所以洪秀柱 朱朱姐就跳出來了嘛 然後呢 整個國民黨 竟無一人是男兒嘛 那現在我為什麼說最想選的 黨主席照例來說 應該是吳敦義最想選吧 應該是這樣吧 但是實在很奇怪 近前把洪秀柱換下來 就是因為他備留台灣主流民意 現在看起來洪秀柱 竟然是最有可能透過選舉 成為國民黨黨 因為這個跟國民黨 現在有投票權的這個黨員結構有問題 你知道嗎 又必須要繳黨費 然後呢 又必須要投票權 三十幾萬裡面 其實呢 有九萬多 快十萬的人 是黃副新黨部的人 這個人一騎手 當然 到底如果最後的結果 我們說剛剛講的 有人那個國民黨 有人去講說什麼 郭台銘啦 就剛剛我們討論的 這個玉木銘是一樣啦 那是外卡 你知道嗎 遊戲規則沒有改變之前 很抱歉 他們兩個就是沒有那個主意 但是如果是郭隆斌 跟這個所謂的 洪秀柱住主席 兩個人一起爭奪的時候 我請教你 為什麼郭隆斌 要打電話給吳敦義 吳好聯盟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猜測 吳敦義要如果出來選 請問你他後背後是誰的支持 是馬英九的支持 不要小看馬英九 在黃金英黨部 他的影響力 如果郭隆斌 拿到的吳敦義 他們兩個人結盟 又得到等於是得到了 馬英九的首肯 那麼事實上 这时候祝祝姐在黄乎星党部 能够得到的资源有多少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祝祝姐在 红秀祝在选这个 当时在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也是说黄乎星党部 要不要做屁股啊 做靠山啊 可是一换就换掉了不是吗 黄乎星党部就出来了 就换掉了吗 但是这会确实必须 包括嘉庆也在这个地方 确实会给外界一种联想 因为毕竟 红秀祝他在他的理念里面 所宣誓的是 你不要忘记 他一直要往这个 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 深水区去走 两岸关系往深水区走 一中同表 所以在这个部分 确实可以得到国民党里面 黄乎星或者是 申党里面的一些支持 但是也必须考虑到 其他国民党党员 跟甚至于以后 如果国民党要同声 他们会面临挑战 我必须先说一下 就是说九二 深化九二共识 红秀祝的完整讲法就是 九二共识加上和平协议 也就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在朱主席 请红秀祝帮他那时候 当竞选总顾问的时候 他那时候不是到他官邸去 就是有道歉跟说明 还有提出保证 也都帮他洗刷过这些东西 所以说党内现在 即便是胡志强 也都亲口 替红秀祝讲过这些东西 所以说如果党内现在 再把这个 要重建党的这个党主席选举 当成是另外的斗争 还要连党里头都还要再分 谁是什么统派 谁是什么蓝皮 什么骨这些不好意思听到 不好意思说出的话 其实都大可不必 因为你已经输到这种程度 有骨气要往外发展 不要在里面内斗内行 国民党要让人家看得起 就要自己去思考 你还要不要玩民主这一套 如果不玩 还要再玩宫廷权斗 跟在那边收银亚 欧良世道 拜拜 但是我请教明显 同样是国民党 现在台面上 有可能的 郝龙斌 吴敦毅 胡志强 陈学生 不管有没有资格 李鑫 这个 钟晓平 邓子之间 所有这一些人 都不能只有 只有红秀书最能代表国民党 未来的国民党 明显 刚才瑞德哥 说 国民党的党员结构 确实 32万里面 黄乌星是代表9万多 大概接近三分之一 可是不代表 黄乌星只会支持特定的人选 你看这边 选记出来 有些民党提名的地方 还是有得到一些蓝军的选票 比如黄乌星的支持 所以黄乌星不是说 蒙着眼睛 看车在哪就回来了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 那个投票的依据 但是如果他们支持 红秀书有什么不对 我就说 我再说 现在的气氛 我就说 败选之后 党内有多元发展 不要只有一种声音 我觉得很多人 参与算是对国民党是好的 不要说 全部都坐在家里算 还要等黄袍加深 国民党现在如果是这种气氛的话 当然会被社会唾弃 那现在包括红秀柱 郝龙斌 还有那个钟小平 钟小平资格不符 李欣是可以 那现在陈学生很多表态 这对国民党来讲是好事 过去都只有一个人出来选而已 还要 甚至还要等大家劝劲 现在这种社会 我就说 当然大家讲的没有错 这一届的党主席非常难做 他除了败选之后 要把败选检讨 做汤口把整栋抄起来 以后 他因为任期到明年的八月 2008的 2018的新市场选举 差不多要提名的前半 前半期的作业 所以很难做的啦 当然提名是一种权利啦 也是一种 也一种党权的分享 可是 那你只惊人 对国民党来讲 2016输到这样 可是明先生对不起 我会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说 不要等待黄袍加深 这个气氛真的不宜 可是吴副总统 就让我们真的看不太懂 因为真的一天宿便 一下子说他义不容辞 对不对 一下子又说 这个希望中壮派 这个要承担责任 那有人说他要退选 那吴副的办公室又说 就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甚至于郝龙斌说 不要扭捏作态 有人也认为他在讲 最后一个时辰 就死马仔了 我时辰大概明后天领表 我就说如果要参选 也不要扭捏作态 也不要等黄袍加深 明后天领表 就把你的参选的理念讲清楚 我就说国民党 在选当主席的过程 就是把国民党的路线理念 跟他的证件 说清楚嘛 因为这一个不是说 当然是过渡党主席 任期到明年8月 可是要带领国民党 往下一个方向 哪一个方向讲清楚 但是谁来带领 吴敦义他已经讲了 至少他讲出来 由中壮派来接棒 那显然洪秀素 不在中壮派里面嘛 我觉得中壮派或你的 过去特论就说新政治跟旧政治 不要用年龄血统 还有出身去区分 你坐老的有年龄的观念 他还是年龄的 你都坐在20岁 结果观念老婆婆 5、60岁的观念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不要纯粹用年龄 想老师 你如果觉得 我觉得你有很年龄的心吗 我觉得真的你纯粹 你用年龄去区分 可是是你们吴副讲中壮派 那到底什么叫中壮派 来定义一下 他讲中壮派的啊 那是定义啊 我没想说他一定 我觉得当然 我个人的意思是说 他自己是中壮派 我觉得当然他的意思 或许希望党内更多的新生代 或年轻的中 如果他去立委有一些多表态 我觉得多人参选 多元的声音 对国民党是好事啦 可是最后有没有去领表 那当然取决于个人意愿啦 薛康 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假设洪秀柱真的当了国民党的党主席 这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我其实觉得国民党现在这么急的选党主席 有有一点不够完整啦 因为让我讲直接一点 啊败选就是要斗争啊 不然呢 你还没有找出来要负担责任的人 结果你就要选党主席 就大家现在就开始以和为贵 说啊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啊谁要负责 朱六人要负责 马英九要负责 那你要怎么处罚这两个人 你不能说啊 不好意思哦 我选很差 所以我辞党主席 啊不然呢 那你还是没有检讨出整个国民党 现在的病根跟病因 然后大家就急着盖这个纱布 急着缝线了 这东西又烂在里面 你右边那个人有提出来啊 制度者联盟的发起人啊 你们想改革什么 我们要改革的 当然也是跟党内的选制有关系 比如说像党主席的选举 你除了高额的保证金 应该要降 其实高额的保证金可以降到零 为什么说可以降到零 就是说你政党的补助款 本来就是党主席的产生 本来就是你政党活动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嘛 那政党补助款拿来做这个多好 但是这边又有个问题啊 你讲这些可是谁知道 最后你们跟红秀柱去面谈 是你们认为红秀柱比较符合你们的理念 那是因为他最好找 他是第一位 而且他是第一个说要选的 我们接下来马上就会到好市长那边去 然后也会到陈委员那边去 都会的 每一位都会去 如果他有参选资格的话 只要他有参选资格 我们也可以问啦 对 但是美美 好像国民党这次败选 只是他们选举制度有问题啊 当然不是这样子啊 当然不只是这样子啊 国民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我这样讲好了 你没有跟本土连结 你也没有培养人才 你也没有感动人的论述 你的党的整个核心价值理念 完全都看不到 施政成绩又不好 又找不到一个可以承担的人 所以国民党的败选 其实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你觉得难过的是说 一个百年的政党 就败选之后 你没看到他们有一个 深刻的讨论 甚至有些要提出讨论的人 马上要被标签化 蓝皮绿骨啦 要清党 这些话都来了 如果国民党继续这样子 这样子的文化 那没有去反省 自己真正的败选所在的话 那我必须要讲 我真的不觉得 国民党的前途 能够什么乐观 那你一直说要制度改革 没有错 可是现在国民党的痛苦 就在这边 制定这些制度 可能就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一些人 可能只有一些人 有资格来参选党主席 那当然他为什么 要去改革这个制度呢 我改革制度 让更多人可以进来 那我不是等于是在 自攻自己吗 所以如果说 今天这些领导精英们 没有说同心一命 然后真的说 要去找出党魂党德 理念主张 跟本土来结合 然后更开阔的民主化 深刻刻骨的这种 要想要改革这个决心 跟毅力 然后认清实事的潮流 如果说做不到这些 这些领导精英们 没有这样的决心 没有这样子的团结 我坦白说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恐怕都只是圆木求鱼而已 但是国民党的年轻人 像这些草题人们 我们当然不记得 他什么名字 徐什么 李什么 他们不是提出来 国民党的路线吗 结果那一些 六七十岁以上人 却一巴掌 不只是玉木名 包括洪修柱 一巴掌全部呼回来 就这样子来看 国民党谁当党主席 台湾能关心吗 那这段先告一下 休克一下 我们继续 好 各位民党 国民党败选以来 我们听到年轻人 所谓的草仙人们所讲的话 我想问在场 两位国民党的年轻人 我想请教一下 家庆 是 这些年轻人讲说 国民党应该要进行在地化 跟台湾这块土地连结 然后他们说 这是冲着洪修柱说的 我们不支持九二共识核心 意涵为同属意中 我们不接受 这是明明跟洪修柱在对干 我觉得这不是 这些年轻人却被人家当成是 蓝皮绿谷 蓝皮绿谷 要清党 我要跟老师报告一下 就是说 九二共识的一中架构这个东西 这是宪法的精神 就是长这样 我倒不认为他们是针对 某一个候选人我可能认为 我认为 同属意中 是 我认为他们可能不是在针对 洪修柱的原因 是因为宪法架构就如此 而这也是国民党的党纲党章 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他们可能是想在现在这个 大破大力的时候去大鸣大放 让大家知道说 他们想要这么做 他们想要 或许是被注意到 人先被注意到 才会再注意到他的诉求 他们可能想达到他们诉求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们可能要去想想看 就是说 包括包含九二共识 包含中华民国的架构 这个东西是连吴钊县秘书长 在华盛顿都已经才刚跟国际做过宣誓的 这些年轻的重点不在这里 再两个字叫做台湾 所以才会有人 当然不一定是他们 像杨伟中他们讲说 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这两个字 你不拿掉你怎么跟台湾 不拿掉怎么跟台湾联资金在一起 其实我倒觉得说 中国国民党 当然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家务事 但中国国民党毕竟在台湾长期执政 他有他自己的 等于说自己的根基 不能忘记 虽然他这两次的大选挫败 我常举他在全国的里长 包括所有的乡镇市民代表相关的 相关的那个资源 还是超过六七成以上 他还是掌握着很大的一个资源 他更不要讲他要几百亿的党产 对吧 今天中国国民党党产全部都没有 然后还要保受像2008年的民进党 他负债两亿多 对吧 大家还勇得去抢 那就是理念 那就不是为了要分钱 我说坦白就是这样 那包括毛家庆 包括许巧新 包括李正浩 包括更多的年轻人 国民党籍 对吧 他们出来大名当后 我是赞成的 这样才对 为什么 因为当年民进党也是这个样子 民进党大家在大名当下 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一个路的人 都是一样 你一个党今天会 沦落到如此的境地 被人民唾弃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道理 你要找出来要检讨 我赞成朱雪恒所说的 这现在是斗争的时候 为什么呢 你会两次大败成这样 中国国民党这些年轻的老中青三代 没人在买买酒 你知道吗 没有人在检讨 没有人在那个反应 然后现在大家 就是在抢这党主席 当然 这个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讲说 这些年轻人 你们有发现吗 到后来 连一个竞选党主席的资格 唯一改变的是200万的 那个路门坎 把你打巴扯 你动作是 霸卫公司 跳楼大拍卖 打巴扯也要160万 这些年轻人 哪一个有办法 然后还是要中央委员 单国中央委员 中评委等等 如果中国国民党 他自己的脑袋不改 如果 刚刚其实我觉得明显讲的很好 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你的年纪 年纪如果有个年轻的心 如果有一个等于说 能够跟着时代走 知道老百姓 拖弃什么需要 什么年轻人 他要你要带着他走 其实那也是一个改革的契机 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 你看 郁慕明想班师回朝 然后这么多的这个旧势力 他想要继续蔓延 我刚刚讲 为什么特别强调到马英九 因为过去那些年以来 马英九一个人又当党主席 又当总统 对不对 中务党务一把抓 最后没有人敢抵抗他 最后中国国民党变成一人之党 一人之党随便他玩嘛 明显我请教一下 国民党在地化 台湾化还是个禁忌吗 这本来都能讨论 这是公开的外地 国民党来台湾这么多年 又恭喜外来政权 我觉得没公平 就是说台湾就一个多元包容 你比如说外配备来 这十几年 为台湾人生孩子 有时候又做小生意 撑起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 你说他不是台湾人吗 他比台湾人说的 但是我问的草协联盟 怎么这么孤单 你说那么多草协联盟 怎么这么孤单 所以说本土你要怎么 接定什么是本土 要透过每一个实际的案例 人事务或者是法案公法 或者在两岸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透过实际的案例去 我证明过去看电影 一部庄博士说 要怎么煮古早味 要有古早心嘛 你本土就是说 你本土心 要有本土味出来嘛 就是说你要透过实际去落实 过去这样就会共识 马总统认为 在过去他八年 我现在我们停在这个地方 那中国国民党的中国拿掉 不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开始 结果就引来很多反弹 而且你注意看 这次要选党主席的 我请大家注意看 李鑫过去是 曾经是新党党员 钟小平新党党员 郝龙斌当过新党的召集人 郁牧铭想来参一咖 现任的新党党主席 洪秀柱是新党前身 新国家阵线的成员 你没有发现这些人 通通都有新党的背景吗 那新党的这个理念上 你能够让他想到说 跟盆土连结吗 还是你会想到 郁牧铭他们这些所说的 蓝皮绿谷要来清党 我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些人 通通都是跟新党演员 所以人家说 哇 原来新党的这些明星球员 通通要上场了 所以难怪大家说 国民党是不是要走向新党化 甚至于郁牧铭要回来 当然有民进党立委 开玩笑说 那是代理郁牧铭要回来 跟郑公争宠吗 但是我要问的是 国民党为什么 你们都是这些人 出来选党主席 为什么一个说 去到中国两个字 用国民党凸显国民的存在 都要受到那么大的词议 国民党历史上 改过多少名字 我请问 家庆兄 你们这些年轻人 对台湾这两个字 这么的 我不要讲厌恶了 这么的敏感吗 不可能了 怎么会对台湾 台湾就是我们生长的土地吗 那为什么这些 草协联盟的人 他们讲这一些 或很多这种声音出来 其实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我在党内 听到的声音 就国民党这个超大社团 大家听到的就是说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国民党 那你说中国国民党 他创立的是哪一个国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当然是叫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这就是他的本名 他叫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因为你历史上 改过好多次名字 那我们的中国的意涵 当然就是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跟台湾 有必要再去说 中华民国拿掉 中国不准用 用台湾 这有必要吗 所以谁可能这些草协联盟 或者杨伟宗这些人都笑的 他也笑得 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要检讨的 其实不是这两个字 而是 为什么会被人家要求 或者有人提出来说 要拿掉中国这两个字 你仔细想想看 民主进步党 有没有被人家要求说 你一定要加个台湾 台湾民主进步党 没有嘛 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在 整体的运作跟整个理念上面 是跟台湾本土结合 那国民党为什么会被人家 有这样子的说法 叫你拿掉中国国民党 是因为你过去没有跟台湾 做那么密切的结合 讲明一点来自你70年 你太中国嘛 各位朋友我们讲 很多人现在有人讲 譬如说包括预言他们讲 改革命选举能赢吗 不好意思 台湾人在改名有两种状况 一个真的希望改运改好一点 另外一种是这个名字不好听 我们知道过去台湾话 名字很多李良嘛 像有位叫周李良 高雄捷衍局局长 在门南语礼貌良心 这很好 可是如果他刚好姓简 简李良 台湾又不太听 所以他一定他可以改 他改不是我为了变得比较好听 我是为了不要引起那么难听的联想 妹妹你说是不是 上面现在说我中国两个字放在那边 有什么不好 有不好吗 马政府这几年来不就是因为很轻忠 所以得到这么大的教训吗 我们一再说你要民主化 要在地化 你自己本身这几年来执政 就让人家觉得你非常的轻忠 那你自己又中国国民党又抱着这个党名 不放那大家会怎么样看待你 那有人提出这个主张马上就被打枪 那当然大家会认为说你就是抱着中国这个神主牌 但是这个夏老师我们请问一下 你会有个什么美国共和党吗 美国这个民主党吗 没有这样吗 或者那时候两德分裂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西德的这个基督教民主党 会出来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德国民主 什么什么人民共和国的 什么不可能吗 结果你现在世界上都认为这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认为说你虽然说在自己说中华民国 但是大家就认为你非常亲中 你要抱着中国国民党 历次的选举就是认为说 你没有跟本土人结 尤其年轻的一代 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国民党 那改党名是一个起码的诚意 你连这个都不愿意做 甚至这个反应是反其道而行 那我请问你 那国民党到底还能够多少 能够这个吸引台湾的选民 或者当然觉得说 你们真的从里到外 要彻头的改变没有 不是 我觉得很吊诡 就是说当蔡总统当选 高票当选之后 他说不管哪个党执政 都是中华民国 而这时候民进党或绿营的人士就说 你不应该叫中国国民党 你最好拿掉中国叫台湾最好